大家好,我是雷尤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接下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的特色是他每生一個科技時可以獲得20黃金 而且兵工廠的科技不需要黃金,可以立即升級 而且他的火器單位的攻擊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西班牙人的建造速度也是遊戲裡面很快的文明 後期可以搭配槍兵、遊俠、戰矛、肉馬 還有這個火槍、火炮作為主力,都是可以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羅車的研發科技 是有增加40%的效益的 這個效果讓亞美尼亞人的挖金、挖石、挖木都會特別快 亞美尼亞人的羅車也是比較便宜一點點的 他第一個強化教堂也可以獲得額外的聖物 增加一些經濟增長 亞美尼亞人算是新文明裡面經濟比較好的一個文明 但他的缺點也是很明顯 他的復活弓箭手手比較偏短 而且工程器也沒有大衝車、火炮可以做使用 甚至連重頭也沒有 所以亞美尼亞人後期工程能力是稍微有點不足的狀態 亞美尼亞人後期也可以轉出一些重裝騎士或弱馬 當作前排機動性單位 後期也可以當作劍兵勇士作為主力 進行攻擊力也是不錯的 因為這個有白血劍勇的存在 所以劍兵勇士也是蠻看情況出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好那這邊看到藍幫是台灣職業頂尖高手 這個天空熊Solakuma 那這個紅色呢是 這個他名詞我名詞不給你了 這個叫生存主義者 不然是這樣唸 那這位大哥啊 他現在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那他的打法呢 比較偏向娛樂性質 不是那種主流性的打法 才會看到他玩什麼指輔兵 配工程塔 就是很喜歡搞一些操作 他真的是一個操作性質玩家 算什麼條動武士也用工程塔 進行快速移動的方法 他打法是非常創意的 他這次玩到的是西班牙人 Solakuma 天空熊是玩到了這個亞美亞人 那個對決算是心意對決 兩邊的打法應該會有所不同 好那這邊看一下 天空熊 這邊是稍微繞了一下家裡 亞美亞人 這邊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走一個經濟流 會比較適合這個問題 因為他前期的快攻 也沒有太多優勢 所以經濟流打法 應該還是比較適合亞美亞 那西班牙這邊的選擇就會很多了 哇他打一個20匹生成 我想說應該會打個23加2之類的 這個西班牙這邊是打一個20加2 但他這個經濟流程應該是不能升到城堡時代的 好這裡又補了一個新的伐木 這裡有點怪怪的喔 他這裡也沒挖黃金 這邊先生封建時代難道是要開大招嗎 那如果要開大招的話 村民這時候也沒出門 這就顯得有點奇怪 也沒挖石頭 可以啦 這個蘇拉庫瑪這邊是打了24村 好24加2 西班牙這邊升上去 點了一擊伐木一擊榮田 天火熊應該看到這個情況應該傻眼 欸你怎麼升那麼快 怪怪的怪怪的 這邊肉馬不敢出去 因為對方已經升封建時代 現在會被追著打 因為封建時代的肉馬 移動速度會比他人時代肉馬還要快 攻擊力還多2 所以天火熊這邊細節也是有做好 放在家裡並沒有出門 好但是其實 西班牙這邊是打一個20匹加4 我嚴重懷疑 這位西班牙的玩家 是在搞吧 結果這五塊升上去 可能還比天火熊還要升級喔 哇果然 天火熊已經點到了城堡時代 結果西班牙這邊還沒有辦法升上去 這是26匹 但是天火熊看到這個情況喔 知道如果對方比他慢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應該多多少少可以預測到西班牙這邊是打一個 西班牙征服者的路線 或是直接打一個3TC開農 兩種選項而已 那天火熊這邊稍微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到底對手在搞什麼 這裡看起來 天火熊是沒有打算要繼續進攻 而是打一個正常的肉馬開 丟肉馬打僧侶 OK 我下了窮化教堂 第一個 喔唷 弄戰鬥祭司喔 那戰鬥祭司是比一半生女 搬生物還要快的單位 所以出戰鬥祭司 相當優秀 但西班牙這邊有展一些槍兵 稍微壓制了亞美尼亞這邊的 肉馬 唉唷 結果這邊一個失誤走得進來 這看起來是比舊了 後面出門有點發呆 西班牙這邊肉馬越來越多 但西班牙政府者沒有出來 唉唷 這門戰鬥祭司被刺頭 爆打一波 尷尬了 戰鬥祭司是打不贏肉馬的 怎麼辦 天王熊這邊稍微被壓制住 沒辦法出門 西班牙這邊槍兵配肉馬 打得相當的兇啊 但戰鬥祭司可以幫肉馬補血 把肉馬派出去打個架一下 然後再回來繼續打 這邊直接衝到後排 看可不可以抓到生女 結果生女根本沒出門 前方有一波小打鬥 戰鬥祭司開始打了回去 這邊數量很少 看一下這一波 戰鬥祭司直接回頭反擊 不減了 但是清奇兵打戰鬥祭司傷害非常高 砍一刀都有十幾滴的傷害啊 戰鬥祭司是扛不太住的 天王熊可能要撿生物變得很困難 看要不要找個機會 去狙擊對方的生女就好了 結果這邊生女好像也沒空好 送掉了一隻生女 天王熊看起來是有擊殺掉 不然這個生物應該是會被搬走的 雙方只有天王熊有生物 一顆的優勢 兩邊都還沒有撿到自己的生物 這時候西班牙人點下了3TC 天王熊也3TC也補不下了 兩邊都是蠻厲害的高手 點著時間點3TC都差不多 這邊修道院繼續補下 後面生女應該是可以撿了 兩邊都有這個清奇兵 天王熊清奇兵升上去 先反擊一下回去 這邊轉出了一般生女了 而不是 而不再是轉出戰鬥技師了 天王熊有他的想法了 這邊還是要出生女了 才會給對方壓力 能招牆跟不能招牆的生女 是差別很大的 好 這邊生女 開始遭翔 收掉 OK 這邊順利擊殺掉了 終於可以撿生物了 天王熊現在獲得撿生物的權利 先用戰鬥技師過去嗎 但是肉麻直接到了後排 完蛋這三隻 單位應該是沒救 戰鬥技師應該可以解決掉一隻 但是肉麻應該可以換掉戰鬥技師 這邊看起來沒有辦法打贏第二隻的肉麻 哎呀 天王熊這邊想要去GG對方的生女 結果對方撿掉了生物 自己反而損失了所有的生女 有點虧啊 黃金這邊爆了大概1600 不是1600 1600 1600黃金就這樣沒了 確實有點傷啊 西班牙這邊也撿到了自己的生物 兩邊前期生物爭奪戰打得相當火熱 天王熊終於受不了了 轉出了槍兵 重裝長槍兵要升啊 這邊有細節喔 先升級了這個輪軸技術 那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應該是天王熊經濟是暫時領先的 好 先看一下情機 欸 結果是西班牙這邊還領先的喔 沒有想到西班牙經濟還不錯 天王熊這邊不知道該怎麼繼續打 先轉了一些槍兵 重裝長槍兵也要升了 好 現在兩邊都在蹲生物了 看起來再繼續打下去 沒有太多的變化 好 兩邊撿生物都撿得相當緊身 唉唷 這邊槍兵直接把所有的羅馬戳到殘血 欸唷 28D這個運氣也太好了吧 這趕快全部拉回家補血就好了 好 看一下這裡 先打戰鬥祭司 但是後方有槍兵有點麻煩 好 這裡撿生物 撿得就好 天王熊應該有意識到 欸 地圖上的白點不見了 要去追嗎 好 戰鬥祭司這裡沒有撿生物 好 是用新出來的戰鬥祭司去撿 但是直接被羅馬給擊殺掉 後面直接撿起生物 但是後方槍兵很多 應該是可以擊殺掉槍兵 OK 搞定 好 戰鬥祭司活了下來 左邊羅馬也擊殺到了一隻生驴 但這隻生驴把生物直接丟進去了修道運旁邊 好 現在全部的生物都搬起來了 最後的結果是天王熊只拿到兩顆生物 一個上來說是一顆 最後的生物是四顆 都在西班牙這裡 雅明尼亞天生有一顆生物的經濟優勢 還算是稍微 撲了一下生物的劣勢 後面撲了一個大學 天王熊現在是八三村 對場西班牙八三村 兩邊準備來升到帝王時代 天王熊這邊補下了重裝長長變升級 走步兵路線 確實適合了雅明尼亞這個文明 好 西班牙這邊點下了品種 挖金 挖石頭跟二景農田 電王時代還有一些時間 天王熊本來想要去蓋城堡嗎 但是看到對方洛馬這麼多選擇撤退 這邊可能會衝進來 再次選擇了撤退 這隻村民應該是要送了 這個巡路真的是蠻智障 巡路一直沒有改好 聽說下次改版 會讓這個巡路變得好一點 好 這邊三隻洛馬過來 來 好 這邊直接敲動 槍兵升級 沒升上去 欸 天王熊把 重裝長槍兵的升級取消了 哎呀 這一波完了 好像把這個洞補起來 天王熊在那邊反應很快 哇 這裡看起來天王熊是賊虧 好 這邊在家裡補了一根城堡 好 這邊西班人點下了帝王世代 這邊時間是差不多 帝王世代西班人會打什麼 化學火炮優先 完了 阿米尼亞人最怕有火炮的文明了 因為他只有巨型頭是基因能打 還有中頭 但中頭的話也會被壓制住 衝車也沒有大衝車 怎麼辦呢 阿米尼亞人 這兩個工程其實知道 所有火炮優先去世代吧 而且攻擊速度很快喔 這個火炮 好 最後還是補下重裝長槍兵 跟戰矛的升級 可能有意識到 對方西班人可能會 會轉個什麼西針之類的 但這邊西班人是直接 轉成遊俠 天虎熊的預判 稍微有預判到一個東西 這就是遊俠 墮光長長兵升上去 騎兵可能也要趕快升 那戰矛兵現在暫時 沒有辦法打東西喔 就只能打對方槍兵 或者是 僧侶而已 先把這邊轉出了射箭場 可能是要轉火槍喔 火槍配火炮 好 而不是西班人征服者 那如果是打火槍的話 天虎熊就是預判到了 預判你的預判 走過來看到射箭場 應該是多多少少有個 心理有個底了 火槍兵繼續按 天虎熊確認射箭場之後 點下了一擊射 這毛病開始量產起來 確定之後才開始爆殘喔 天虎熊這邊做一個check做得很好 火槍這邊還沒有點 凡事先轉出了遊俠 西班牙這邊是鬼轉遊俠 可以來到再補一個兵工廠嗎 這邊升級很慢喔 只有一個兵工廠在慢慢研發 現在兩邊村民來到120村 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前方城堡也建立起來了 東雄這邊點下了印刷技術 雅美尼亞人的優點呢 是他的生旅科技是全開的 打生旅戰的話 其實不輸西班牙人 缺點就是如果對方要傳教士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優勢了 雅美尼亞人的優點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優勢了 雅美尼亞人對方的招搶速度會更快一點點 這時候西班牙點下了金冠技術 霸拳 這樣村民的慘度就又更上一層樓了 80滴血 攻擊力9點傷害 雅美尼亞人撿下了三級射 撿下了一下 戰毛病的射程 城堡射程 兩邊巨型頭司機開始量產起來 斬牙 斬西班牙這邊沒有火炮就很奇怪 照理來說這匹火炮趕快產出來才是 當然有效反制對方的巨型頭司機 好火炮出來 要回頭打個一炮嗎 先打戰毛兵還是巨頭呢 先打巨頭 但這邊戰毛兵開始在輸出了 這邊要拉村民過來打一下火炮嗎 又一炮打掉了巨型頭司機 最後的火炮也要被處理掉 右邊遊俠已經換了出來 直衝右方而不是左方支援火炮 這邊打法相當的微妙 這邊遊俠出來之後 天龍熊趕快升下級兵的升級 哇 看了遊俠不行了 兩邊陣地戰打得很驚險 火炮往後拉 對阿 當然天龍熊成功的把這根城堡給守護住了 現在西班牙人損失這根城堡有點小虧 槍兵的防禦也在升級當中 天龍熊這邊經濟只有123吋 西班牙這邊有137吋 火炮打個一發 好 這裡遊俠上前 活潑這一波的騎兵跟戰毛兵 哇 天龍熊從這邊打得有點尷尬 康兵雖然不夠 遊俠直接貼得上來 哇 這一波火力好強 西班牙甚至連他的臭兵也上來 用拳道 開扁城堡 但遊俠的數量開始變少了 天龍熊這邊的槍兵數量越來越多 這一波擋住很關鍵 後面火炮還在攻城 有機會可以拿下這根城堡嗎 西班牙一波流 順利拿下 天龍熊的城堡 哇 雅兵雅人這時候轉出了複合弓箭手 複合弓箭手打遊俠的話 傷害是非常優秀的喔 好 遊俠這邊是3加2 這個羅車被點掉 火炮傷害非常的高 這裡複合弓箭手 來到6隻 但是複合弓箭手手有點短 這邊偷偷射到了手槍 現在射程只有7點 4加3 他最高射程也就是7點 但射遊俠的話其實蠻痛的喔 怎麼射都是一下8滴 比這個強弩的話 痛傷一些了 大概多痛了 強弩的話是以下3滴喔 複合弓箭手是以下8滴 多了5滴傷害喔 其實多蠻多的 這邊開始轉出生旅 生旅也可以招搶敵方的攻城器 遊俠也被招搶 亞美尼亞轉出了生旅戰 非常的優秀 先幫忙點下了虔誠科技 把這個被招搶的遊俠再次招搶回去 複合弓箭手即時即殺 這邊 臭米術開始堆疊起來 開始縮起巨型偷射擊 複合弓箭手 打這些臭米也是打得很壞喔 非常遠防勢 也是直接無視 打10下臭米喔 這個臭米就會死去了 後面火炮被招 火炮打一發 活下來火炮被招搶掉 西班牙這邊越來越慘了 點下了異端斜縮 直接獲得火炮 反擊了對方火炮回去 天武雄這邊細節操作 捕捉到了 哇 細節細節 天武雄這邊 打法打得非常漂亮 槍兵可能要再次去按 這邊複合弓箭手 優勢開始展現出來 生女繼續招搶當中 往後這裡火槍開始反擊 生女回去 生女直接應招 但最終沒有招搶到 這裡開始被對方戰毛加火槍壓制回去囉 這將中的搭配組合 天武雄其實不太好打 只能轉戰毛或是中頭 反擊回去了 按中頭的部分 又會被火炮壓制住 所以現在只能按大量戰毛兵喔 才有可能擋下 複合弓箭手要對射嗎 但我覺得對射可能會有點劣勢喔 複合弓箭手打戰毛兵很痛 哇 打這個 遊俠也很痛 哇 這就是復合弓箭手 打戰毛打遊俠很舒服的地方 沒有想到不用戰毛兵 就擋下來了嗎 只靠復合弓箭手 最後還是要按戰毛 受不了受不了 對方的 戰毛跟強兵太多啦 轉點戰毛比較省資源 船民直接上前開扁 右邊這邊蓋箭塔 結果這是什麼鬼 右邊有城堡 還直接硬蓋防禦箭塔 又也是火炮塔 居然不是 右邊船民直接上前 就是一陣 對著防禦箭塔輸出 天王熊稍微被壓制了回來 哇 這火炮砸到了一些復合弓箭手 火炮的輸出非常優秀 這個防禦箭塔應該是蓋不起來 直接被拆掉了 這裡繼續著想火炮 火炮有點危險 還好一端寫說 直接被刪除 OK 但右邊這邊村民還在砍 很麻煩 這裡城堡 沒有辦法反擊村民 正面還在繼續給壓力 這邊城堡兵出了很多 戰鬥祭司 有要出一下嗎 打下村民 遊俠再次上來 正女招搶一下 天王熊被壓制有點慘 這時候西班牙轉出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絕對要來報名一波 右邊城堡被拿了下來 天王熊這裡補下了三攻 城堡數越少 就意味著福爾弓兵手的慘能越來越低 這裡轉劍油也不是明智之舉 因為對方是有火槍的 火槍打白血劍油很快 而且現在升級上去也有點太慢了 這裡蓋了一根劍塔 天王熊又補了一些村民想要來打劍塔 但這邊村民全部卡住 哇這個西班牙獨線控制有點麻煩啊 哇大型劍塔也升級上去 三級攻也補完了 完了 墓區開始被控制住 火槍著想 欸著想到 順利解掉對方火槍 天王熊現在有點節節敗 怎麼辦 點下了 劍朝霞 攻擊力變成8加7 不能再多 結果西班牙人這邊點下了救贖思想 這裡沒有工程器 應該是要來招搶建築物的 這麼有想法的嘛 黃金是多到沒地方花是不是 居然點救贖思想 在對方沒有轉出奴炮 或是中口的情況下 哇 天王熊這一波擋得很極限 但復古兵手數量 稍微起來了一點點 11隻的數量 這邊撿生物能夠逃得掉嗎 遊俠再次擊殺掉了生女 復古兵手拉到了 長花教堂的後方 好 這裡劍塔三根起了起來 後面補下了更多的農田 這裡要反擊回去很困難 左邊槍邊想要反擊回去 但天王熊搭出了 聚聚 恭喜西班牙這邊拿到比賽勝利 只能說天王熊這裡是被文明壓制 沒有辦法 因為亞美尼亞人遇到這種火系文明 本來就會非常難打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西班牙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大概輸了8000的資源 這邊KD來到1.82 也不得不說 這位西班牙玩家玩的確實也很好 完全利用了這個村民的霸權優勢 進行這個村民的多線操作 左右開攻 正面軍團繼續往前推進 遊戲還是即時升級好 也有把西班牙的文明特性全部打好打滿 算是一個蠻值得的誇獎的一點 但天王熊這邊我覺得他也打得不錯 這邊資源一直有在偷 但偷的算是有點沒有那麼早偷 如果早點偷的話可能還有機會 但最後對方也是發現到 有點可惜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